大家好我是山淑公 這次要介紹免費能取得的車輛 還有超跑 還有傳說螳螂刀 這個我也是 都不知道在哪 所以特地去收集了一些情報 還有一些是傳說裝備 然後也把地點 詳細的標示出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免費能取得車輛 一開始我都以為這個 遊戲沒有賽車的任務 沒辦法跟人家飆車 但後來 在這個支線 在這個人面獸星克萊爾的任務 我們就是要當他的車手 然後 要先參加三場比賽 最終有一個決賽 那這邊完成了四場比賽之後呢 克萊爾就會把他的座駕猛獸 送給玩家 然後這邊的比賽 我覺得還算蠻有趣的 然後甚至還會遇到殺神暴 所以非常建議各位去過這個任務 然後拿到這個免費的車輛 我覺得還不錯 再來我們拿金色面具 金色面具在哪裡拿呢 在夜城的右方 在惡地裡 在大概這個路口 在這個路口 好 我們目標就是這棟房子 前面那個 小廁所 到達這個地方以後呢 馬上進去 右轉 可以看到很多的 手榴彈 撿光 底下這個箱子 就是面具部分的那個 金色裝備 換上去 金色的 哇這個就很像 氣龍珠 賽亞人的那個 計算戰鬥力的那個 史考特有嗎 很有致敬的感覺喔 好 好我們現在來拿 免費的傳說褲子 傳說褲子呢位置在於 地圖的 這裡 右上方 然後在這個 日本城 的櫻花街 這個位子 這個位子 然後你到這裡來以後 看到雕像 應該很顯眼 看到雕像以後 然後他的右方 這個梯子 我們跑過去 然後從 這個垃圾桶 爬上去 再爬到這個屋簷 一路往上爬 順著這個梯子上去呢 就會找到 這個黃色梯子 然後再繼續往上爬 然後這個鐵皮屋裡呢 就有 欸 屍體 就哇 傳奇 褲子 這前期應該就可以拿到了 然後還有 這些東西都可以收一收 就這樣啦 在我們來拿前期可以拿到的傳說堂囊刀 地點在地圖的這個位置 然後這裡有一個 線型攻擊 那這邊應該是要從這邊爬上去 欸 那這邊要壓制 所以肯定是有敵人的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I'ma fucking die here waiting Ride an instant 把這些地緣處理掉 然後在這...這裡 這裡就會有個寶箱 螳螂刀 在螳螂刀要怎麼裝上去呢 回到家裡 家裡附近的神機 維克 跟他說要... 裝物植物 在手臂這邊 就可以找到我們剛才收到的彈簧刀 點擊裝上 我們帶大家來拿免費的超跑 首先我們先到地圖的這個位置 地圖的右邊在惡地的部分 然後找到這個位置 到了這個位置以後 我們會... 來到一個山洞 往裡面走 繼續走... 有沒有... 看到車子的標誌 地圖上 基本上看到地圖標誌就很好找啦 那大概是在... 進去以後的這個位置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還沒到中間... 隧道中間的部分 欸...這個火櫃... 裡面就有一些好東西 來看一下 手榴彈 閃光 瞄矩 喔... 還有個傳說背心 傳說背心 手榴彈 然後呢... 這個超跑 我們... 那... 這樣之後就是你的了 再來我們要注意到 有些人如果到這個地方 拿不到的話 找不到的話 這邊是有條件的喔 我們要先解完 惡弱的任務 鬼影蟲蟲 解完之後呢 帕娜會打... 打電話給你 然後... 會有一個新的任務 惡地風暴 在惡地風暴之後呢 再來這個山洞就會有啦 好... 感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